祈祷祈祷 祈祷的圣从 圣世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全国同在 大家早安 全国同在 昨天我们听到 撒玛利亚人被从军到亚树 只剩下犹大 今天我们将听到 亚树王就上犹大 以后就派遣人 把亚树王的信 递给 斯德克亚 以后就 告诉他们要 投降 但是斯德克亚 他把这封信带到圣殿 在上族面前 求天主 来 帮助 求天主援助的手 以后隔天 不是 那当天的晚上 天主就派遣石子 把亚树王的军队 撒掉了 也 撒了不少人 有天主在 我们身边 只要我们 依赖天主 所给我们的 解命 过我们的生活 我们就 不要怕 一切的危险 现在我们 大家 忍醉 准备 我们的心灵 参加今天 早上的 圣道礼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 思念 行为上的 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 宗罪 为此 天使圣人 和你们 各位教友 为我 祈求 上主 我们的 天主 愿全能的 天主 催炼我们 赦免 我们的 罪 使我们 得到 永生 阿们 上主 求你 垂怜 基督 求你 垂怜 上主 求你 垂怜 请 大家 祈祷 天主 你从不 一切 深切 爱慕 你的人 求你 求你 使我们 永远 敬畏 爱慕 你的圣明 并扬赖 你的圣明 而生活 以上 求 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 主耶稣基督 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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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 他们 祂 》 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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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让你所依靠的天主欺骗你说 耶路撒冷绝不会落在亚述王手中 你必听说过亚述的猎王对各国所行的事 如何把他们完全消灭 你想你能幸存吗 希泽克亚从使者的手中接过信来念了以后 就走进上主的殿 在上主面前展开那信 然后恳求上主说 上主坐在格鲁宾上面的以色列的天主 唯有你是地上万国的天主 你创造了天地 上主请你侧耳俯听 上主求你睁眼垂视 细听散乃黑利布 辱骂永生天主的话 上主的确 亚述王曾毁灭了许多民族和国家 把他们的神像投入火中 因为他们不是神 只是人手中的木头 石头造成的作品 所以能被消灭 但是现在 我们的天主上主 求你从亚述手中 拯救我们 使地上万国都知道 唯有你是上主 天主 那时 阿摩利的儿子 伊萨伊亚派人去见西泽克亚说 以色列的天主上主 这样说 你关于亚述王散乃黑利布的事 向我提出的请求 我已经听到了 这就是上主 论述他所说的话 西庸的真女 藐视你 嘲笑你 耶路撒冷的女子 在你背后摇头 劫后余生的人 将由耶路撒冷出来 逃脱的人 将由西庸山出来 万君上主的热忱 必要完成这些事 因此 上主论亚述王这样说 他进不了这城 也不会向这城 发射一支箭 持顿者 不会走进城下 也不会煮起土堆工程 他必将从原路回去 他绝进不了这城 上主说 为了我自己 为了我的仆人打位 我必要保护 拯救这城 当天夜里 上主的使者出来 在亚述营里 杀了十八万五千人 清晨人们起来 看见遍地都是死尸 亚述王散乃黑利布 只好拔营 启程回国 驻扎在 尼尼威 上主的圣言 天主建立了永久的城堡 天主建立了永久的城堡 在我们天主的城中 上主志大 应受到赞颂 他的圣山伟大壮丽 是普世的喜乐 天主建立了永久的城堡 世界的中心西庸山 是大王的城堡 天主住在堡垒的中央 亲自做他的宝障 天主建立了永久的城堡 天主 我们在你的殿内 想念着你的词汉 天主 你的名号 远达地极 你应受的赞美 普及还宇 天主建立了永久的城堡 主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随我的人 必有生命的光 愿主与你们同在 云得心灵同在 共读圣玛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不要把圣物给狗吃 也不要把珠宝丢在猪跟前 以免他们用脚换了 以免他们用脚捡踏了珠宝 而狗则会转过头来 要伤你们 你们愿意人怎样带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带人 这是法律和先知的教训 你们要进宅门 因为宽门和大路导致上亡 但是进去的人 有很多 那导入生命的门 是窄小的 路是狭隘的 找到他的人 的确不多 圣族圣言 记录我们赞美你 大家早安 上个礼拜在FB上 看到有一个人写 他去台东老家 他要离开台东 台东的时候他就写 他说孩子们 我这几天跟你们在一起 非常非常的开心 我们一起到海边奔跑 但是今天妈咪要回台北了 你们一定要好好的过日子 我会想念你们的 我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 我们会见面 但是你们一定要好好的过日子 妈咪会想你们 可能下面看到有照片 两条狗 他把这两条狗当作他的孩子们 妈咪会很想你们 昨天也是在FB上面 在高雄的一个朋友 他就说 阿黄啊 阿黄啊 你要好好的睡觉 你要知道我们都爱你 我们非常非常非常 用非常的好几个 我们非常非常非常爱你 以后下面有一只小狗 在那边睡觉 狗为我们来说 这个是我们可以用心去爱的 狗是人的朋友 在今天的福音 也提到狗 但是这个狗所描述的 不是说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小孩 去爱或是小黄 我们爱你们 但是我们要小心的 就说你们不要 耶稣说的 你们不要把生物丢给狗吃 你们不要把主宝 扔在丢在猪根前 免得猪把这些猪宝捡塌了 那这生物丢给狗吃 丢给狗 那这个生物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 耶稣所讲的 是他们在圣殿 季线 把动物杀了 要扫在机台上面 要扫掉 然后看到狗在那边 狗也需要分子给它吃吧 是这样子吗 最重要 是重点 应该是那时候 犹太人的想法 他们的想法 救恩 救恩是给犹太人 救恩不是给外邦人 所以他们把外邦人看成狗 耶稣有一次 他往北 到了七洛和七东 在那边就看到了一个妇人 他的孩子生病 这妇人就来到耶稣跟前说 请你来救救我 只好我的孩子 那耶稣就说了什么 他说面饼要给孩子吃 而不是要让狗吃 那这个 这个妇人就说了 狗也可以吃 帅块 从桌子上掉下来的帅块 所以这个狗 这个狗就是外邦人 生物就是救恩 就是耶稣就说了 这个救恩本来就是要给犹太人 不要给外邦人 这个是他们原来的一个想法 不过耶稣后来 他的想法有发展 发展 把这个救恩也带给这些需要的 救恩不只是留给犹太人 但是有他的普世性 给所有的人 当他死亡 要上天的时候 他把这个使命给门徒们 你们去使万民成为门徒 所有的人也可以加入 可以得到这个救恩 将来不再有狗了 都是天主子民 所以要把所有的人 要变成天主子民 他们可能还是狗 到现在可能还是狗 把他们成为天主子民 就是我们的使命 我们的使命 那如果我们要继续看 今天 马道就把耶稣讲的诫命 列下来 一条跟另外一条 好像没有什么连关性的 刚才我们说听到的是狗跟猪 下面 接下来 他讲的 你们希望别人怎么样的 好好地对待你们 你们也要同样去对待别人 跟狗有什么关系 也好无关系 那下面来说 你们要进入这个宅门 这个也是一样的 没有关系 不过马道就把这个耶稣所讲的 他所记下来的 把它写下来 为了帮助他的团体 马道的团体 跟随耶稣基督 所以第二条 就说 你们希望别人怎么样地对待你们 你们要先对待别人 这个让我们想起 托比亚 托比亚这个老人 对他的孩子 托比特 跟他讲 你不想别人怎么样地对待你 你就是不要这样地去对待别人 你就是不要这样地去对待别人 他们是用比较小级的 他们是用比较小级的 但是耶稣是用比较净净的说 你想别人怎么样地对待你 你也要这样地先去对待别人 我们想一想在我们每天 我们会讨厌别人 为什么他是这个样子 他是这样子 他这么讨厌人 不是讨厌人 为什么他这么讨厌人 我们就很想说 他应该是怎么样地做 才是符合我的口味 他应该怎么做 应该怎么做 应该怎么做 那我们如果想说 他应该怎么做 还不如我们先向他这样做 向他好好地做 他可能会看我们怎么对待他 他的心可能也会改变 所以耶稣讲的就是说 我们先要主动地 立一个好榜样 我们要去改变别人的时候 不要用嘴巴去告诉别人 你要改这个 你要改那个 但是我们先做 不用说话 他看到的时候 这个力量会更大 另外一个今天的第三条 就是说我们要进入这个 这个假小的那个门 那这个跟刚才我们说救恩 救恩本来给犹太人 但现在是开放给所有的人 不过要进去到里面的 要接受这个救恩 需要功夫 需要功夫 很少人会进去 所以我们应该就是耶稣邀请 虽然是普世性的 每一个人可以来 但是我们要下功夫才能够得到 每天每天我们就是走这小载的门 看看这两条是在我们眼前 看看我们要选择哪一条要走呢 现在让我们一起起立 把我们今天的祈祷一项奉献给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温柔 帮助福音的传播 主 愿你以生存充充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决于你的执意 为君神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 全灵 全意 全意 孝爱你 我们决于把个人今天的一切 苦乐 成败 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 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 与诸圣人圣女的法样 终身是佛名 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生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生于教会手掌 国家领袖 其地者及正宗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执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分世七恩的安慰者圣神 庆祝于我们 其一切信有的心中 求祝我们敬畏及秀爱之神 阿们 求祝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 阿们 求祝我们朝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祝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祈祷 天主 求祢是一切信仰你的人 全体成见少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祢使一切基督徒 所向同一步伐 并使三位蒙受福音的广告人民 获得祢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 意向和希望交托在祢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祢的名受显扬 愿祢的果来临 愿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祢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祢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心拥惑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祢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及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里程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祢的餐啊 就要是 Или na Him 为找我懂得一声 我懂得爱的温査 认管 zm 为教我懂得如何取满 你的宦恕 为教我懂得彼此信任 你的死亡 为教我懂得人命真谛 主啊 我了解这一切事 我愿意将整个生命后悔 告诉我 请告诉我 你笔指引在哪儿 你笔指引在哪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